人就是世界的主持人 人就是自己的主持人 北韓近期不斷對外釋出善意 川進二會後 蘋果新聞網前進北韓 七天採訪中不斷被嚴格規範 下酒要讓腳嗎 你們是不是把我當活潮了 在諸多限制下,一窺北韓神秘滅沙 我們從台灣出發,飛往中國瀋陽 再搭乘高鐵,抵達中國與北韓交界的邊境城市丹東 時間是早上8點,氣溫大概只有5度 我們花了將近一天時間才從台灣來到這邊 我手上這張紙就是通往北韓的簽證 待會我們將搭車跨越壓力將進入北韓 導遊告訴我們,進入北韓 元首照片相關書籍不能攜帶外 焦段超過200的長鏡頭 以及專業攝影腳架也要避免 否則,在北韓邊界新一周 就會被邊防軍沒收 離開中國海關在月台上停靠的 就是前往平壤的國際列車 戰務人員不斷催促大家上車 我們將在新一周站辦理路徑手續以及行李檢查 進入列車,狹窄的車廂內擠滿了人 聊天聲中混雜著韓文和中文 離開車站馬上就看到壓綠江斷橋 不到一分鐘,我們已在北韓境內 列車緩緩減速 月台站著等待檢查的邊防軍 導遊叫我們趕快把相機收好 車廂打開 邊防軍先檢查簽證護照 再要求我們報備是否攜帶相機 電腦、手機以及GPS設備 接著邊防軍請我們打開相機選單交給他 直接旋轉到格式化 把記憶卡內的影像全部刪除 當下我們只能無顏看著他 刪光相機內所有內容 所幸沒被扣留任何設備 邊防軍高規格的安檢清楚告訴我們 這裡是他們說了算 我們正在中國前往北韓的跨國列車上 在新一周經過兩個小時的安檢之後 即將前往首都平壤 離開新一周 安檢的緊張感暫時放鬆 車窗外 僅能看到無止境的黃土 以及零星聚落 預計5小時後才能抵達平壤 本來想完整紀錄沿途景色 卻被導遊警告 導遊說海關在離境時 會檢查拍攝內容 發現拍攝貧窮落後的一面 將直接沒收記憶卡 這裡只有一種完美形象 範本正是窗外 不時看到的兩位前領導人 5個小時後 開始出現色彩繽紛的高樓 導遊告訴我們平壤快到了 和國際列車不同 北韓地培告訴我們拍攝規定 銅像必須全身入鏡 以及避免拍到軍警外 在平壤街景可以任意拍攝 但第一天行程之後 規則全部翻盤 一到萬壽台紀念碑 攤販看到相機 馬上把窗戶關上 購買花束時才願意打開 接著使用相機腳架拍攝 又突然說不行 中山那個紀念碼 下腳下樣加嘛 我們從前來的心裡 感覺這對我們兩位 領去的不尊重 之後我們每到一個採訪點 就有不同的新規定出現 不是吧 我也是作為一個陪口的導遊 那我想盡量配合大家 我也是希望大家配合我 買玩具的 給他們拍照 那人家賣的還買的 他們心裡會有什麼感受 你們是不是把我當活化啊 是吧 大家都是有這種想法的 在一天之內 從不能拍攝軍警 變成連民眾也不能拍攝 接著兒童百貨經理出現 接受我們訪問 又出現問題 兒童需要的一些 所有產品他們都賣 我們試著詢問 兒童百貨一年有多少收入時 經理表示 這是商業機密 拒絕我們訪問 當晚台灣導遊突然要開會 告訴我們 今天有三個景點 通報國家安全保衛部 我們有問題 除了萬壽台使用三腳架 以及兒童百貨詢問年收入外 另外在紀念韓戰 抗美援朝的中朝友宜塔 詢問對美國的看法 被認定是敏感問題 就是妳對於美國人的想法是怎樣 那現在還是不太方便就平衡 那現在還是不太方便就平衡 導遊不確定國安部會不會突襲檢查 建議我們刪除有問題的影像 為了安全我們只能照做 隔天北韓旅行社 開始嚴格控管我們拍攝 那個聽完講結完之後 我們不像那種採訪心事 器材更從單眼相機變成 僅能使用手機 北韓地培也會過濾採訪問題 在舞台上學生動作熟練 神情自若 但結束想訪問學生 地培卻說學生害羞 怕鏡頭無法受訪 原定要拍攝上課情形 地培說還沒開學 但操場上卻滿是學生 麻煩了 你還是誰過來啊 說你們說外國人聊天 還願意 你還小喔 好怕 我們預計參觀南浦經濟特區 卻僅能看到對領袖的歌功頌德 詢問對外經濟省官員 經濟特區招商條件 以及相關規定 卻僅回覆 只要無污染 對人民好的廠商都歡迎 完全沒有任何規定 七天的採訪行程 地培會在景點報備登記 我們只能按照行程走 無法任意行動 一半以上的景點 都在告訴外國人 北韓有多進步 你來韓國人 然後你去韓國人 然後你覺得韓國人 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然後很安靜 然後很安靜 我可以說什麼 但很多人都來韓國人 都來韓國人 然後他們感覺不同的事情 出鏡前 北韓地培 檢查了我們這七天 拍攝的所有檔案 再次刪除 他們認為不妥的畫面 最後 我們順利通過 機場安檢 影像也只剩下 歌舞昇平的完美平擾 這趟旅程 直到非禮台灣 才真正感覺安心 所幸 遭到刪除的畫面 能順利救回 才能完整呈現 這七天採訪過程 現實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